皇帝是个终身职业,只要皇帝愿意,可以做一生的皇帝,直到死后,其他人才能接替他。 但是历史上,也出现过不少太上皇,如唐朝的李渊,李隆基,宋朝的赵高,清朝的乾隆等。 但有一个问题,假如皇帝驾崩,若太上皇和太子都健在,是太上皇重新出山掌权? 还是太子直接即位,读历史,明是理?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世家子弟都知晓,中华王朝的皇位继承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矩,那就是嫡长子继承制,其中蕴含三层含义,一是父子相传,皇位自父己子,代代相承,二是嫡系继承,非嫡出之子不得继位,三是叙齿排位,同辈分中年长者为嫡,这三条规定环绕一个核心,皇帝而存在,也就是说,一切都围绕在位的皇帝而转,其他人都属于旁级, 即便是太上皇,在皇位继承的法礼中也无权参与竞争,这一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,由来已久,他被奉为准则,世世代代遵从,力图通过明确的继承顺序,杜绝混乱和内战。 然而,这仅仅是一部分皇族追求的目标,对于一些野心勃勃的皇亲国妻来说,他们心中渴望的永远是夺取皇位,成为万事之主,因此,嫡长子继承治在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虚设,当他与实际利益冲突时就会被无情地抛弃。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,只要统治集团发生动荡分裂,哪怕是最根深蒂固的规矩,也会被现实的权力关系所取代。 然而,纸上谈兵终归有限,历史长河中,总有一些意外状况将嫡长子继承治推向极端,需要邻机处置。 文里列举了三个鲜明的例子,第一例,晋惠帝司马中父子之乱,这是一个怪诞的案例。 在八王之乱中,赵王司马伦杀害贾南风后,自立为帝,尊敬惠帝司马中为太上皇。 别出心裁的是,司马伦乃是司马中的侄孙,如今侄孙竟做了叔祖的太上皇,实属前所未有。 可见在动荡时期,权力关系远比血缘等因素更为重要,司马伦之所以能够霸占皇位,完全是凭借君权在手。 而司马中作为名存实王的太上皇,只能任由侄孙肆意妄为。 令人不解的局面仅持续三个月,四年,司马伦被司马炯杀害,竟会递司马中重新复位。 原因很简单,司马伦的皇位根本不合法,可以直接抹除这三个月的历史。 然而,若非司马炯出手相助,单凭司马中是否就能重新夺回权力也很难说。 这说明了,在皇室权力斗争中,拥有坚实军队的支持往往是先决条件,实力胜于一切,哪怕合法性遭到质疑。 第二例,宁英宗朱祁镇父子之争,相比之下,宁英宗复位的过程就要曲折得多。 当年朱祁镇被掳为人质,为了救国,朱祁玉被迫代替兄长即位,成为明代宗,谁知几年后,朱祁镇返回京师,居然以夺门之变的方式打压朱祁玉,最终杀害了他,并剥夺了他的皇帝身份,自己复位为明英宗。 这里有几点值得深思,首先,朱祁玉被逼上位明显是权宜之计,朱祁镇获救归来后理应重新继位, 但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对付亲弟弟,无疑过于残忍。 其次,即便朱祁镇做了一个夺门之变的女真人,她也不应剥夺朱祁玉的皇帝身份,那是对先君的极大不敬。 再次,明代宗朱祁玉虽然在位时期曾拯救了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,但最后却被朱祁镇彻底抹杀了历史功绩,可见皇权之争无情无礼。 第三例,唐玄宗父子之忧。 随唐之计,还有一段父子之间的恩怨情仇。 差点酿成另一个皇位之争。 安史之乱期间,唐玄宗逃亡属地,被儿子李亨再满为义逼退位,不得不加冕他为唐宿宗,自己则成为太上皇。 此后唐玄宗在长安过着被软禁般的生活,如果唐宿宗先与唐玄宗驾崩,皇位该由谁继承? 按敌长子制,理应是唐宿宗的儿子李玉。 然而现实中,唐玄宗作为开国之主和忠心制功臣,其身旺地位岂是年轻的李玉所能望其向背,朝野上下也都与唐玄宗渊源颇深,他要夺回皇位并非难事。 所以这种情况下,为避免再度发生动乱,李玉最明智的做法是先予以承认唐玄宗的地位,然后设法在他老邻居室后自己传位,这样虽然违背敌长子继承制,但相比内战无疑要好得多。 这三个案例生动展现了皇权之争的残酷与无情,所有参与者无不在权力的诱惑下相互勾心斗角,斩尽杀绝,他们折射出一个相同的道理。 在皇室家族的斗争中,皇位继承这匹猎马往往很难拴住,无论法统如何规定,各方终将凭借实力来一决雌雄,只有暂时的权力真空实。 敌长子继承制才能发挥作用,否则就会被无情地踩踏。 皇权之争从来都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游戏,无数勾心斗角,上演着权力的终极游戏。 朝堂上的斗争就像一潭浊水,翻腾不休,看不清底细,所有参与者都戴着面具。 口惠而食不公,你方唱罢我登场,谁也不知道明日的太阳是否依旧会升起。 除了公开的明争暗斗外,这场游戏中更陷阱重重,处处夹杂着阴谋诡计。 当年诸如朱祁镇的《夺门之变》,唐素宗在马维义逼宫等,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。 除开主角外,幕后的操盘手们如宦官、内侍、亲信大臣等利益集团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他们左右朝野,耳濡目染,每每在关键时刻把控局势走向,于是虎。 原本看似单纯的敌长子继承志实则已沾满了门阀勾结,党征权谋的阴霾。 在这场权力游戏中,明英宗朱祁镇可谓是出尽了浑身解数,他先被人扣上王国奴的帽子,几十年都没能翻身,经历夺门之变后终于登基,却又遭遇儿子朱祁喜的谋反。 好不容易扑灭了儿子造反,却被恩将马云龙刺杀身亡。 人生对他而言,实在是太过曲折艰辛了,相比之下,司马忠,唐玄宗这些人的命运就要顺遂许多,司马忠借八王之乱的机会扶植一番,就重新坐上了晋朝的皇位。 唐玄宗虽然中途被逼退位,但最后在儿子唐素宗统治的时候,还是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,往往在史书中,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个王朝的开启和终结,却看不到这其中隐藏着无数细小且精彩的内幕。 如果当年朱祁玉不是被迫退位,后来就不会有朱祁镇夺门之变的机会。 如果司马伦不是搞独夫政治,赵王之卫理应由其子四继承,何至于还需司马中重新复位? 这些种种如果正是点点滴滴编织成了波澜壮阔的史诗,同时,我们也不能忽视权力斗争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 每当发生一次皇权一主,朝野就会出现重大人事变动,各级官员遭受牵连,无数权力斗争因此而起。 因此,这场看似只与皇室内斗有关的博弈,实则正是整个社会巨变的导火索。 皇家士族的内部斗争愈演愈烈时,外部的因素也往往会卷入进来,成为新的变数。 比如当年朱祁玉退位时,主要是被部分权臣迫于无奈,后来朱祁镇夺门之变时,也正是利用了一小撮人的支持才得手的。 可见朝野之间暗流汹涌,朝中一些大臣也是左右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,一旦皇室内部出现裂痕,他们便会趁虚而入,结党群,钻,为自己在新一轮的权力重洗牌中谋求地位。 因此,皇权之争其实从未止停留在皇室一小撮人的殊死搏斗中,他所牵连的是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,人心叵测是永恒的主题,身处重重危机,朱祁镇、司马伦等人不得不随时提高警惕。 严阵以待,朱祁玉暴露了太大的野心而遭杀身之祸,唐玄宗频频流露出对儿子不信任,最终被儿子逼退位,而明成族永乐帝朱蒂在即位之初就痛下杀手。 把所有殷亲和异母兄弟尽数清除,皇家内斗看似荒唐,实则是一场场生死攸关的博弈。 尽管他们地位显赫,手握重兵,但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守,则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 因此,每一个人都怀揣着对权力的渴望,却又不得不时刻提防身边的人,生怕受到背叛和打击。 这既是皇家的悲哀,也是人性的写照,反映了人们对权力永无止境地追逐和痴狂,人世间有两种规则,一是签字般的死规矩,如宗法制度,二是腐蚀皆世的例外情况,往往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,促使人不得不越雷池一步。 所以,历史总在重复,因为人性从不改变,笛长子继承至竭力维护正统,但现实情况往往会突破正统的禁锢,经历惊心动魄的曲折,最后用实力作为新的衣归,这就是为什么权力游戏永无止境的根源所在。 感谢观看